日前,陳凱琳、Grace 擔任余心廣場聯同即將在年底開幕的余心園 舉行的余心廣場成余心園,余心之旅 暑期大型推廣活動揭幕禮的主理嘉賓之一 為活動進行揭幕 成為了古索之旅的第一位旅客 她還分享了一些親子趣事和心得 其實我兩個兒子是一些好動的小朋友 她們很喜歡出戶外和感受大自然 但當然媽媽也擔心夏天很熱 所以如果好像入到商場有空調 但她有很多不同的佈置 帶她們去體驗玩玩也很開心 最近去了一個主題公園 我們去到的時候,其實小朋友都玩得很開心 但到某程度,她們開始覺得熱,開始累的時候 就叫媽媽去背她們 我就是輪著,背著一個,又抱著另一個 然後我是由頭的汗滴到最後 我回到家的時候,我覺得自己瘦了兩磅 因為我覺得那一刻很缺水 但其實有時候這些有趣的男王回憶 反而會令你整個感情又增進 而且我覺得小朋友都玩得很開心 好啊,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和兩個和三個小朋友都挺有分別 那為什麼我這樣說? 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 生多一個和之前有一個沒有什麼分別 但始終每個小朋友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你亦都看到,為什麼同一對父母帶出來 他們的性格都很不同 那我覺得最重要呢 就是你要在每一個小朋友身上 都分配一些時間給他們 給他們知道 其實你們在媽媽、爸爸心目中 都有你們的價值在 就是不要說,最小那個因為最需要人照顧 就給他多一點時間 其實一定儘量可以做到平均 和他們溝通多一點 就算你說寶寶只有六個月大 可能未必會溝通 但其實可能他從他的笑容、哭聲 他都在和你溝通中 所以我就覺得 真的可以花多一點時間在他們身上 和去了解他們